日本摔角在台湾是拥有不少死忠的粉丝 全日本职业摔角联盟 11月也即将到台湾举行海外的赛事 华丽的招式还有硬底子的功夫 要真真实实的呈现在粉丝的面前 舞台上这一摔光是听声音就知道有多吓人 塞角选手华丽的招式让人目不暇己 不过也让人怀疑打这么多绚丽的招式 是不是套招啊 如果看到这样的练习场面 大概就可以解决大家的疑问 不会打得先学会要怎么摔 这也是菜鸟的第一步 也是老鸟最重要的保护措施 因为摔得好才不会受伤 电视上的镜头转换看起来让人摸不透 日本摔角的能耐 但是现在民众却能够亲身感受 全日本摔角联盟三度访台 还用真实的功夫让台下的观众疯狂叫好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导